荻荡 紫荻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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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群組喔 然後那個名字一PO起來 然後不開始就有人講說 啊怎麼是妳 對 啊妳在哪裡 中間大概 我就抓得到大概 就是這一個區塊 然後跟我比較接近的 這一個結束 開始先打電話 然後問他們可不可以 然後可以的把群組加進來 然後由他們再討好 然後他就哇 突然一堆人就跑出來 都是校友 對 都是校友 然後結果大家就說 我也要參加 那天那個瓊村 就是我們大離請的 他說附中 沒有像我們班那麼大 因為找不到人 人其實是最大的問題 人如果找到了 其他的 反正我覺得有問題 碰到不解決 就這樣 好好辦這個100年的活動 對以前的孩子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 有表現的機會 因為他們離開好好的很久了 剛才藉著好好辦100年的 校慶音樂會 他把以前這些音樂班的學生 邀集回來 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非常值得回憶的事情 在早期的音樂班 那個時候都100多個學生來考 所以那個素質都非常好 所以對他們來講 不管在學科方面 術科方面 這是各方面的表現 都非常的優秀 各方面表現都非常的優秀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藉著這次的學校辦的音樂會 就跟大概二十年左右的學生有一個見面的機會 非常的高興 很多人很久都沒聯絡 那時候也是學弟就蔡可林蔡老師 他就說你用全組 對 然後就把人 反正能加多少人進來就加 能不能來到是幾次 先把人加進來 所以我就說我是在全組看到他 是這樣 對啊 我們也是好多年沒見面 我回來十七年 對啊 十七年也沒有看到他 那時候我們都在紐約 很高興因為回來看到很多 一定好久都沒見過 像我班三十年 沒見過 對我來說 他們會覺得 老師好像沒有什麼變 他們最懷念的就是 以前跟他們一起 上體育課 那種過程 那時候是有一個學妹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那個學姐我們有一個學長喔 她第二屆的 對 我說第二屆的我都知道是 我說我第二屆是誰這樣 他說副冠生 我就說副冠生副冠生在哪裡 他說在台北 我說他還有在拉琴嗎 他說有 他都在樂團 對 然後後來他的那個 那個就是 資歷一拿來看啊 他到哪一個國家 就在那個國家 找一個樂團 然後繼續 有一位陳士林 這是我第一屆 教的音樂班畢業的學生 他拿大提琴 可是最近在網路上看他在 成立一個ISM的什麼 甜點 甜食 在做甜點 在做美食 也就是說 讓我覺得這兩個 應該是很不一樣的這種領域 可是他把兩種都做得非常好 他這次回來的演奏呢 也是非常的精彩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南是最早 最早就是有一个乐团叫三V 三V 那哪三个V呢 巴哈 贝多芬布拉姆斯 那时候刚好李淑德老师 就台湾的小提琴的教母 还有一个张宽朗老师是大提琴 还有一个张大生 后来都是师大教授 他们就全省跑 然后会来台南指导这一帮人 所以这一帮人后来出现很多现在的前辈 大部分都在国外 然后之后可能是学校这边也要成立乐团 因为他们会来 要不然也能成立看看 那我们成立乐团一阵子之后 那个李老师 李淑德 李教授才跟教育部 那时候就开始成立音乐之幼班 所以台南是很早的音乐班 音乐之幼班的设立 那时候台中是光复 台南是永福 台北好像只有一个私立学校叫光人 然后后来才慢慢设立 所以永福是很早的 我记得 我那时候怎么去考音乐班的 就我的钢琴老师 然后就跟我妈妈讲 诶 演好的 我会演哪班 我一二年级念有那个保人 对 然后 我妈妈就说 课那要做什么 就有音到那种天分的人 会课在那里面 我妈妈就说 好 没给他试试 然后我们老师就 我记得我去上课 我妈妈就说 来 你转过去背对钢琴 然后他就弹弹弹弹 弹几个音 我就听嘛 就 好 这是都拉什么什么这样 好 这样去课 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老师 打的底子都很强 对 我那时候陈振泉老师 对 你知道他 我永远记得他讲过一句话 音乐没有一百分 他说他以前在师大 他拿九十九分 他问老师 为什么你没有给我一百分 然后他说 学校教授跟他讲 艺术永远没有一百分 你就是要插那一分 你永远要更紧紧 你就是说 专业还是以永福大臣跟神女 才是能够真正去各方面都能够学 因为你说像一般的学校 他们乐理那些都没有 对 你如果说你到时候 要考音乐系或是什么的时候 那也是会 不行 对 墨具 墨具本来是形体的感动 后来加上语言 因为有语言 势必要有环境声音 环境声音 环境声音开始有一些抽象声音 音乐就播出来了 所以现在有所谓的 那个 那个 电影配乐 还有主题曲 然后主题曲就很音乐 因为他有旋律有节奏 比方说 乖乖 以前有一个乖乖 以前的乖乖广告是 乖乖啪啪啪啪 那是我的一个老师写的 他可能这辈子最红的最大一首 乖乖啪啪啪啪啪 好像有一个印象深刻 他 然后 他那个音乐也 也有可爱度 啪啪啪啪 然后跟那个造型 所以他当然影响到商品 因为现在很多 那个 那个 那些 那些天王 天王 他们很多东西 背后要强 就是要加古典乐的元素下去 最近不是那个 酒令 还是谁 后面有二十几个年轻人 在拉小离琴 那个 那些拉小离琴全部音乐系 二十几个 你知道吗 二十几个年轻男生 我一弄他们觉得 笑不很好 那就来了 就每一场大家都群 你现在看他们 后面就有几个年轻男生 大概一二十个 那就是 力量 能量 大家用把这个摆上去更有力 因为这些东西 这些的参与 也让你 找到所谓的工作 在这个社会上 有一个立足的点 那这个 所有起源就是因为 你有这个天分 然后从小 刚好也接受到你的 我们最近台湾有一个 参加踩口司机第一名 那个等于是棒球界的 那个就 那个等于小籃球的麦克风球的一样 这是小众 其实我们可以 台南应该发展这个 你像黄菊文 那些 他都穿到B3 也是都抓过去 我们这一块 快不见了 因为以前的那些学生 以前这里毕业的学生 现在大概都教授 很多博士 这个地方是要塑造一个精致的 所谓西洋精致的交响院 可是 这块怎么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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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 那些人 那些人 有没有 你是不是 很健康 有没有 你不是 有没有 你不是 你不是 有没有 你不是 有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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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